每回火災都会让贫穷县以下的 菲律宾居民更加一无所有 继续是这场火将近500户家庭 正式牺牲半露天的临时庇护所 慈激志工用名言 做开场鼓舞失去家园的乡亲 给予每户20公斤大米 警察不止围安 还主动站上卡车货柜 协助发大米 铁汉脸上始终画着笑容 没有人都没有 我认识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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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1岁的艾毕芬妮 感受到志工一路陪同的关怀尊重 抛出了从火场里抢救出来 谨慎的十元非比 在尽头没有捕捉到时 默默交给志工 在菲律宾做慈祭 苦难多 范围广 志工群 女人当男人 男人当超人用 相亲的真情回馈 驱使着志工们不断向前走 戴新闻王玉珍 罗约翰 菲律宾报导